养蜂九大方法你真正学会了吗?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免费的红星支持 收藏起来方便随时查看 今天我就把这些经验简单明了地表达出来 让大家通俗一懂 方法一 不见坠皮不加皮 若群夹在蜂巢边 意思是说蜜蜂开始修补蜂皮边角 或者矿梁上面有白蜡 又或者蜜蜂在蜂皮边上 香盖下面 隔板外面等地方造皮 这就是加皮的信号 养蜂要保持蜂皮相衬 若群皮不能放中间 否则阻隔蜂王过皮 容易起王苔 同时破坏蜜蜂结团 影响潮温 方法二 不起雄蜂王苔不分蜂 蜜蜂起蜂蜂热之前 会先造雄蜂皮 雄蜂23天左右出房 出房5到7天蜂群开始修筑王苔 王苔8天左右封盖 大多数蜂群在王苔封盖后 一部分攻蜂就会带着老蜂王分蜂 所以有雄蜂提示可能要分蜂 方法三 蜜蜂自有生存到 养蜂最继频繁开箱 经常开箱容易导致人为失亡 破坏潮温 引起捣蜂 方法四 蜂王出台十天 看蜂王出台三到五天 外出任巢是非 五到八天外出交尾 多数情况十天开产 蜂王未官 胆小怕打扰 所以期间尽量不要检查 方法五 蜂门不开皮通侧 下级切勿开启窗 意思是说蜂皮放在左边 那么巢门就要开在右边 这是为了避免天敌入侵 可以指导蜂巢杀死蜂王 开在另外一边 天敌入侵 有战斗缓冲的空间隔板外 大量的守卫蜂 可以在此围杀天敌 将害虫拒之门外 如果巢门开在蜂皮同侧 圈蜜季节相当于是家柴外露 蜂蜜香味会引来大量导风 夏季不能开气窗 是因为蜜蜂在高温时 通过扇风踩水降温 打开气窗相当于 即使我们的房子开了空调 都把门窗打开 外面的热浪扑进来 蜜蜂更加难以降低潮纹 同时气窗大开 也很容易引来盗风 方法六 退掉蜂皮物乱扔 因为蜂皮有残留的蜂蜜花粉 容易引来蜜蜂采石 继而引发盗风 并且丢弃的老皮是 蜂虫发育的温床 成年后的蜂虫 也会飞回蜂箱产卵为蜂群 方法七 防晒防虫 防缺蜜 夏季蜂箱最好垫高 放在树荫底下 一来加强空气流通 二来防止癞蛤蜂 方法八 四级温度有变化 蜂皮相衬就不怕 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蜜蜂 包住蜂皮的状态 出现蜂量稀疏 护不住皮 要及时退皮 保持蜜集的蜂量 这样不仅幼虫发育好 还能抵御各种病虫害 方法九 只取蜜蜂鱼粮 不取蜜蜂口粮 外界蜜粮充足的时候 蜜蜂可以源源不断地采集花蜜 才能把这些鱼粮取出 外界缺蜜时 朝内的蜂蜜是蜜蜂救命的口粮 是不能取出的